大家好我是卡姐 我買了一條樽魚回來 這個樽魚很好吃 現在是秋天季節 看到樹葉黃 看到楓葉紅 你就知道 又是吃樽魚的季節 我記得以前我住小鎮 有很多老華僑說 這隻是淡水老鼠斑 肉質很幼細 跟三文魚一樣 也是紅色的魚肉 為什麼叫它淡水老鼠斑 不是鮭魚 因為魚皮有一粒斑點 很漂亮 魚肉非常甜美 我記得當時我餐館 到了這個季節 有很多原住民的小鎮 十多歲 他們去河裡捉了很多瓶魚 成桶拿來 問我要不要 來到餐餐館 當然 有大有小 他們捉到的 有些很大條 我說你怎麼賣 其實這些原住民的小鎮 真的很純真的 他就看著我 他不知道怎麼說 一個價錢 我說你拿一個瓶出來 拿一個磅出來 你就斷磅賣給我 你想要什麼價錢 他就說兩毫 我說太便宜了 我說我給你五毫 一磅 不要說你都要浪費時間去捉這些魚 我說如果我的餐館好賣 我就再加價錢給你 他們也都很乾淨 因為他們吃開魚的人 原住民很多都是他們很擅長的 捕魚 這些就是河裡的魚 河裡的魚 很多河水很冰冷 是雪山水 捕鑊上來之後 一定是去捕鑊 去了內臟 放了血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不放血 如果是不放血 就很腥 而且魚就有煤 給你也不會要 他們也很懂這個技巧 所以他拿過來的時候 已經是湯好了 我跟他們拿這隻魚 我就在餐館賣 我又有焗 又炸 又有鹽燒 鹽燒這一隻 最好賣 很簡單 放少許淮鹽 灑一灑 灑一灑 灑一灑粉 放少許粉 放火鍋 煎 也可以 放進焗爐 焗爐 也可以 我當時推出來賣 我就六元一條 賣給顧客試試 其實附近的居民 他們經常會捕魚 很多時候都是 架在火裡 去燒熟 後來我就做了這隻 鹽焗 懷鹽焗 這個魚 放些足夠的季節 味道 是很簡單的 我今天也是沒有懷鹽 我今天只是灑鹽上去 等一會 撲少許粉 拿去焗 很香脆 很香脆 但是 這隻魚 很多魚油 非常甜美 很好吃 如果大家在超市看到 就不妨去買 原住民小朋友 自此之後 經常拿這些魚來 我跟他們說 你賣了這麼多魚 你就應該 儲著它 去上學 不要流離浪蕩 很多人對原住民 有一種有色眼鏡 對他們 其實他們非常純真 非常之 代人 很有禮貌 你入到那些 扶仔 你就會接觸到他們 將來 你讀好些書 你就回去省城 找工作 或者好像 卡姐 開一間店 你可以做這隻魚 你自己釣上來的魚 捉回來的魚 賣給你的顧客 如果你要學的 卡姐 就找人來教你 教你怎樣做 你將來 你就知道怎樣去做這隻魚 出來賣 分分鐘 你以後 是一份工 是一份生意 真的很感恩 認識得這群小朋友 現在這個魚 大家都看到 一定要這樣 破開 洗到中間的骨 血污 都要洗得乾乾淨淨 很美 很肥美 本身有很多脂肪 油脂 很滑 這隻魚 比三文魚 是多一點點 骨 其實都差不多 非常好吃 這樣 你都不需要切 整條上碟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我 只是放了少許鹽 我現在 就是 把黑椒碎上去 非常之香脆 現在焗到表皮的肉 和皮都很脆 非常之好吃 我今天這個餐點 就很簡單 就是吃這隻鱗魚 配一些沙窩刀的麵包 還有一些芝士 還有一些 Cherry Tomato的番茄 就是一餐 因為姐姐的家庭 平時都是這樣吃的 今天簡簡單單 我希望大家 買到這隻鱗 其實這隻鱗不貴 很便宜的 很多時候去河 都會看到這隻鱗 很多餐館 做遊客生意的餐館 都會賣這隻鱗 我以前的餐館都是賣這隻鱗 我都是這樣整條賣 整條上碟 很好吃 那些食客的口碑都說 這隻鱗很好吃 我不是經常都會有的 所以 後來有一群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們經常去捉到這些鱗 因為原住民捉這些鱗 是不受管制的 其他人要限制哪個時候可以捕捉這些鱗 或者是要捕捉幾多條 原住民是沒有管制的 經常去捕捉到 所以我亦都做一個大的冷凍 來冰住鱗 一年到一刻 餐館都有這隻鱗供應 是非常好吃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買來試試吃 現在卡姐準備煲湯 我現在先把章魚開火燒一燒 輕輕燒一燒 不是燒焦 為何要做這個步驟 因為這樣煲湯會比較香 你亦都可以用油爆爆它 但是我不喜歡煲湯料太過油 所以我就做這一刻 是用火燒一燒香 今天我就會煲湯 煲湯 我用一個這麼大的鍋 多大 大鍋就煲湯 我今天煲什麼呢 這裡有些蓮藕 洗了這些蓮藕 先把蓮藕放進去 現在喝些蓮藕的湯是不錯的 放完蓮藕之後 我們來 這裡有兩條甘筍 我們也洗一洗 這些年輕人都可以來煲 這個湯是很簡單的 這兩條甘筍就剖了皮 切開這個斜刀切的角塊 現在也放進去 現在也放進去 煲一餐湯可以喝兩天 放了紅蘿蔔、蓮藕 這裡有一大塊西絲骨 斬開了 叫肉檔 就飛了水 現在就放進去 放了三樣的湯料 還有什麼湯料呢 我們又要洗 這裡有些花生 有些陳皮 有些無花果 花生不想太早放進去 我想吃起來有少許口感 現在也不放進去 但是這些花生 我提醒大家 買回來之後 剪了膠袋之後 我們都選擇它 我發覺最近的花生 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我發覺這些花生 都是超市買的 平時買的 我都會選擇 逐點逐點選擇它 不要大安置疑 拆了包裝 洗就要放進去 我發覺有些已經是少少變壞 那些花生真的不能吃 所以逐粒 最好幾粒幾粒 選擇 選擇到是好的花生 我們才可以吃 現在有無花果 有陳皮 有兩角陳皮 我今天會放些香筍 我不用浸泡 一浸泡就能走光 香味 放幾粒香筍 然後開了煤氣爐 用火燒一燒 這是章魚 這些我們也拿去洗 現在放什麼呢 放章魚 放香筍 放2、2、4、6、6、8 8個香筍 然後6粒無花果 兩角陳皮 好了 這裡也有些微豆 現在微豆用來煮湯 很靜氣 很好 我這裡也有些微豆 我們又去洗一下 洗一下 這個過程 我們也要選擇 一選擇 讓它浮起面 不太美的 我們就選擇出來 不要 這是微豆 微豆煮湯 也很香 它和陳皮很相配 現在就可以拿去煮 我放剩這些花生 遲些才放 遲些還有大約1小時 20分鐘 洗乾淨 花生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我現在喜歡的晚上 就煮湯 煮好湯 就關火 不要開蓋 不要動 然後 第二天早上 如果它有油 我們就可以立刻撇起它 撇起它 湯就很清 現在就可以拿去煮 放好湯料 現在我加水 加水上去就可以煮 煮過半小時 我們就關火 大概是煮1小時 40分鐘 關火 明天要喝的時候 再煮沸 就可以了 水未够 加8分满 慢慢煮 再加满水 这汤可以隔着泡泡 现在汤非常清淡 我不喜欢太油 尽量隔 现在放入花生 再煮一个小时 这汤就会很适合 你看看 这么大熬汤 一定要够足够 不要说 放少少东西 放少少东西就没味 浪费煤气 但卡姐的管理费 就包了 汽油 收千多元 管理费 包汽油 如果喜欢熬汤的人 住宅应该可以 不错 但我不是常常煮 现在大概是煮了两个小时 基本上 肉又淋 花生都淋 很好喝 这个汤 可以分开两天 喝不完 转到一个小小的煲 等到冰箱里 翌日又可以拿回来喝 现在煮好了 首先拿一碗来喝 星期尾 大家都煮这汤 来喝 又准备感恩节 我看今年 可能我也不煮火鸡了 现在这个汤真的很甜 我家人都喜欢喝 这个汤 汤渣不吃都没所谓 但这汤真的很清甜 而且微豆 挺好的 听我妈妈说 有时有些脚肿 手肿 有些水的储留 在皮肤里面 因为我们平时喝太多冰冷的东西 喝太多冰冷 煮这些微豆汤 是非常之有益的 微豆和陈皮的味道 非常之夹 很好喝的 西斯骨也很容易买 也不肥 它比猪腱 大家煮些来喝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